今年49岁的台湾工程师郑仁豪扎根安徽已经有近5年时间 幽默风趣的他形容自己是半个合肥人 无论是本地方言还是民俗文化 他都耳熟于心 郑仁豪是合蒙精密工业合肥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年当他刚刚走进公司所在的园区时 这里还是一片荒地 周边除了正在建设的厂房人烟寥寥 然而短短半年时间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 厂房就建成交付 这让他非常感动 这个厂的位置我是从PPT上面去学习到 等到18年真的轮到我来的时候 当时然后芒草都比人还高 那没想到政府愿意去干了之后 竟然在半年内就从这个稍微距这个基地的雏形 到这个建筑物就立起来 我想这是第一个感动的部分 郑仁豪表示 有着20多年从业经验的他当时受所在公司委派 希望在大陆选择一地建厂 实现高端零配件的国产化 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怀揣着打造国产化高端零配件的目标 从2017年起 郑仁豪与团队开始走访大陆多个城市与开发区 寻求在地理区位 地方政策 人才与配套事宜的长旨 经过调研讨论后 最终选定合肥为最佳落户建厂地点 2018年 郑仁豪和团队正式扎根合肥并一直工作至今 尽管遇到疫情 但公司依然快速发展 郑仁豪很高兴当初选择来到合肥创业耕 如今 企业不仅步入正轨 进入发展快车道 还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 并交到了很多朋友 放开之后 交流一定会更频繁 所以我觉得民间交流更紧密 形成一个大共识之后 两岸的交流跟更好的合作默契 契机不会是一个难题跟不可达到的梦想 大陆优化防疫措施后 他认为台商将加大对安徽的投资 尤其是在高端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 新的一年 他也为公司制定了新的目标 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首先明年我们可以把跟国际交流接轨打开 国内跟客户的一些对应能够及时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产业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提升